朝妈陈慧玲 11月27日在香港尖刷嘴某酒店 出席香水品牌活动 陈慧玲自报老公送自己的第一份礼物 就是一只香水 但那个香水味到现在还记得 其实那一次他送给我的香水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的男朋友会喜欢那种香味 像是在厨房的那种柠檬的味道 很重很重的柠檬的味道 原来他想我入厨房这样 我不知道就想到这样 后来我告诉他 你为什么会喜欢那种味道 然后他说他就是喜欢柠檬的味道 所以他喜欢酸酸的 另外活动上陈慧玲还宣布 将在两年之后举办入行25周年的演唱会 打算明年入职申请宏馆的档期 看来现在已经开始筹备和策划了呢 对啊 现在会留意一下 就是表演方面有什么不一样的 或是怎么去 用什么方法去表现那些 以前唱过很多片的歌 因为自己都想有一个新鲜感 此外 马上就是大人和小朋友都喜欢的圣诞节 但陈慧玲就表示 今年不会带孩子出去外揉 打算一家人吃圣诞大餐 交换礼物庆祝 问到有没有像同场嘉宾 刚宣布怀孕的陈凯玲 分享一些带孩子的心得 陈慧玲就笑说还不是时候 等那个孩子 那个他的baby出事再说 谋放权媒 香港报道 谋放权媒